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正在调查哈佛大学在招生过程中是否存在种族歧视 偏袒与捐赠人、校友有关系的申请人 波士顿民权律师委员会等三个民权团体 7月25日就联邦政府这项调查召开记者会 根据这些团体本月3日发起的举报 与哈佛大学本科学院有传承关系或者同捐赠人有关系的入学申请者中 将近70%是白人 被录取可能性是普通申请者的六七倍 这意味着白人校友或捐赠人的子女更容易被哈佛录取 三家民权组织认为 哈佛大学本科学院对传承录取申请者的偏好 给予白人学生压倒性优势 而且几乎所有美国高校都是如此 美国最高法院6月裁定哈佛大学和北卡罗莱纳大学考虑种族因素 被指蓄意歧视亚裔学生的招生政策违宪 随后传承录取再次引发关注 哈佛大学一名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没有提及这项联邦民权调查 但表示学校正在审查招生政策 以确保在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后 能够继续录取多元化的学生群体 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7月26日在法庭听证会上 与联邦检察官达成的认罪协议破裂 对两项税务犯罪表示无罪 亨特·拜登上个月被指控犯有两项轻罪 即2017年和2018年收入均超过150万美元 为缴纳超过10万美元的税款 在与检察官达成协议后 预计他会认罪建议两年缓刑 但在周三的听证会上 法庭就最初的协议是否可以保护他免受未来的任何指控存在争议 检察官在法庭上表示亨特仍在接受联邦调查 7月26日早上 纽约曼哈顿发生一台起重机起火并部分倒塌事故 造成6人受轻伤 其中包括四名平民和两名消防员 纽约消防局副局长约瑟夫普法伊夫尔表示 所有人的伤势均无生命危险 一些受伤的平民是建筑工人 市政府官员称 这起事件发生在曼哈顿第十大道和第41街交汇处的一个建筑工地 消防队员于上午7点25分对一场5级火灾做出了反应 火灾发生在起重机掉臂倒塌之前 起火时起重机操作员正在吊装约16吨混凝土 该操作员注意到起重机发动机起火 并试图将其扑灭 但被火焰淹没 操作员安全地离开了起重机驾驶室 目前大火已被扑灭 洛杉矶县公共卫生部门7月25日警告居民警惕狂犬病蝙蝠 称他们在夏秋两季更为常见 建议人们不要用手触摸蝙蝠 并报告受伤、生病或死亡的蝙蝠 卫生部门称 虽然自然界中只有1%的蝙蝠患有狂犬病 但在洛杉矶县 在人类和宠物附近发现的蝙蝠中 约有15%最终被检测出狂犬病呈阳性 换狂犬病的蝙蝠更有可能在白天飞行 出现在地面上或者在高度可见的地方长时间休息 官员们警告说 携带狂犬病的蝙蝠可能是活着的 也可能是死的 不能仅仅通过观察来确认一只蝙蝠是否患有狂犬病 他们提醒居民 洛杉矶县的许多蝙蝠都有非常小的牙齿 蝙蝠咬伤的地方太浅、太小 不容易被发现 可以很快愈合 接触狂犬病病毒后 必须接受紧急治疗以预防疾病 从2024年开始 欧盟委员会将对一项新的免签证计划 ECS收费 该计划将要求所有可免签证进入欧盟国家的 非欧盟国家公民 在旅行前先获得旅行许可才可进入欧盟 申请费用为7欧元约7.74美元 18岁以下或70岁以上的申请人可免除此项付款 旅客无论年龄大小 都需要申请ECS才能进入欧盟成员国 如果ECS未被批准 旅客将无法搭乘前往欧盟成员国的交通工具 包括飞机、轮船或车辆 一旦获准旅行 该授权将允许旅客在180天内 于需要ECS的欧洲国家中最长停留90天 而且旅客在停留欧洲期间必须持有有效的ECS 欧盟官网提醒 虽然大多数申请都会在几分钟内获得处理 但有些申请需要更长的时间 所以建议游客提早办理